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我們要來討論一些跟對數函數有關的 的性質 對數函數 什麼叫做對數函數呢 前面我們的講法是 只要你有exponential function 你當然有 你就考慮c送到c cross 這叫exponential function 他是把z對到ez 對不對 所以他是把整個平面 整個平面就送到了扣掉原點的地方 在外面的部分 那我們關心的是 他有沒有continuous的partial inverse 有沒有任何一個定義在某個 這個omega上面 有沒有一個continuous的partial inverse 任何一個continuous的partial inverse 就稱作一個 logarithme function 那我們的符號呢 常常沒有統一 有時候我會直接寫ln 但是ln可能有很多意思 就是任何一個這種partial inverse 我都有可能會把它寫作ln 好 那麼在不同的區域上 有可能有不同的partial inverse 所以他們寫出來的ln 不見得是一樣的 就算那些區域有交集 也不見得是一樣 最典型的例子是什麼呢 最典型的例子是 我們知道只要我在上面選一個帶狀區域 然後這個帶狀區域的高度差是2π的話 那麼他到他的影像就會是 圓點扣掉一條射線的樣子 可以嗎 然後這個地方就會有一個bijection 雙向有映射 好 那麼所以你知道至少在原點扣掉 從原點延伸一條射線 然後整個扣掉剩下的區域上 你是存在那種對數函數的 可是這種光是這樣的區域 就有很多個 你可以扣掉的射線有很多種 那當你扣掉不同的射線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一些反彈數嘛 可是你得到不同的反彈數的時候 那個反彈數彼此之間 即便是在共同的區域上 也不見得要是值是一樣的 這個留給大家自己做個練習 好不好 比如說你知道這個反彈數 區域如果是同一個 就扣掉同一條射線 反彈數當然不一定一樣 因為它可以把這個反彈數 加上2πi的整數倍 得到的其他函數也都會是 exponential的反彈數 這是一點 那麼即便扣掉這個差異性 如果你現在挖掉的是另外一條射線 那你會有另外一個反彈數 當然上面要先選定一個 對應的代狀區域 在平移2πi的整數倍之下 選定其中一個 這個時候呢 任何兩個那種映射 在不同的 挖掉不同的射線的區域上 那兩個映射 在共同的部分 也不見得要一樣 你可以自己舉實際的例子 就會發現它不會是一樣的 很多時候不一樣 就它有可能會在 某一塊區域上會一樣 但是在另外一塊區域上 它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這個反彈數 它從來沒有一個 絕對的唯一性 沒有 但是無論如何 任何一個這種反彈數 我都有可能會把它叫做ln 那這個反彈數呢 沒有什麼其他性質 它唯一有的性質就是 exponential的gw必須要等於w 這是它唯一會具備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連續性 這是唯一有的 那麼我們想要問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可以去取這個 natural log 去取ln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 整個這個上面的 partial inverse 我們關心的是這個映射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會關心 另外一種情況 我們可能會關心 這種情況 給定了一個 holomorphic function 它是從某個 omega送到c cross 給定這個 那麼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我都希望可以從問題來出發 我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定義這個函數 可不可以定義這個函數 我們剛才講的是最簡單的 就是f就是z 對不對 你要問說有沒有natural log 那我們就已經知道說 它就是要問說 exponential map有沒有 partial inverse 這個問題 整個inverse是不存在的 我都一直講說它不存在 你有沒有想過它為什麼不存在 你給它想一想 就是整個的continuous partial inverse 整個的continuous inverse 是不存在的 好不好 那麼 我說我們可不可以定義這個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long f long f 照理講 就應該是一個函數 我這是一個新的討論 所以符號跟剛才的不太一樣 我們把它叫做g的話 這個g它應該要滿足什麼性質 long就是做了exponential以後要回來 對不對 所以你心中想的是g它必須要滿足eg 要等於f對不對 它應該要是這樣子 它應該要滿足這個式子 然後你當然可以問說 如果這個g又夠好 你當然希望說它可能必須要是連續的 對不對 可不可以有連續的這種g呢 滿足這個條件的g呢 或是它會不會是holomorphic的呢 你可不可以有一個holomorphic的g呢 等等 你可以問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 那它存在嗎 這些都是可以問的 是不是有這樣的g 如果你不要求continuous 那當然存在 因為你就集合論的 已經可以做這樣的映射 但是你要問的是 可不可以讓它有足夠好的性質 那如果你要真的做出它來的話 你有可能怎麼樣去說它是存在的呢 怎麼做它 好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討論的問題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們以後 在講了一些點擊拓譜以後 可能會有另外一個看法來看這一類的問題 不過我們暫時 先從負面函數論的角度來看 在我們講這個問題之前呢 先回顧一件事情 我們在微積分裡面 學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什麼重要的東西呢 就是在那之前你考慮的函數 都是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 不是多項式 要不就是三角函數 要不就是有理函數 多項式的組合 要不就是指數跟對數 都是一些特殊的形狀函數 可是呢 函數並不是只有這些 函數有一些是沒有辦法寫成 剛才講的這種出等函數的模樣的東西 那種東西也是函數 例如說 你可能可以透過 把一個連續函數做不定積分 就得到一個函數 當然你長數要選定 選定完之後 你可以說連續函數的不定積分 還是一個函數 而且是連續的 只是你不見得可以把它寫成出等函數的樣子 所以說我們要構造函數的時候 有時候是會透過一些 抽象的過程 例如說不定積分 那你會問一個自然的問題 在負變函數的情況 我是不是也可以做類似的事 連續函數是給了函數以後 然後我選了路徑的起點 然後選了那個點的函數值 那我可以把它做不定積分 然後再取那個長數取好之後 它就變成是一個函數 對不對 你現在在負變的情況可不可以這麼做 就給了一個函數以後 我可不可以說在一塊區域上 我先規定 有一個新函數 它在那個點的值是多少 然後其他點的值就定成 把原本的函數沿著某一條路徑 限積分的結果 可不可以這樣定義 這樣會不會定出一個函數呢 如果你要這樣定的話 你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我再說一次喔 然後一開始在一個區域上有一個好的函數 例如說連續的負數值函數 然後我要定一個新的函數 那個新的函數就是剛才那個舊的函數的積分 然後我要求新的函數在一個點的值先給好了 然後我說另外一個點的值就定成 把舊的函數從這個點到那個點走一條路徑做限積分 得到的結果 這樣定是不是一個良好定義的函數 如果它要良好定義必須要怎麼樣 要跟路徑無關對不對 就是說你要確定一開始那個被積分的函數 它沿著不同路徑的時候 積分的結果要一樣 應該要只跟頭尾端點有關 這個在微積分2的最後 你曾經有遇過類似的東西 就是給了平面上的向量場或空間中的向量場 你做限積分的時候 你要問什麼時候它會跟路徑無關嗎 那時候我們知道某些條件會保證它是 那你可以問說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會不會知道它是或不是呢 如果它是的話 那你就可以利用積分的方式 來定出一個函數來 那積分完的那個函數 再微分回去就應該是原本的函數 對吧 你在單負變裡面 單變數函數 時數函數怎麼做的 那在負變函數的情況也是非常類似的 唯一的問題是 這個時候積分的路徑可能很複雜 不是只有在時數線上 從一個區間的端點到另外一個端點 那麼簡單 好 那我剛才為什麼講這段微積分的討論呢 原因是因為你心中開始想 這個如果真的存在 然後如果它真的是holomorphic的話 如果它是 如果說這樣的G它存在 然後呢它是holomorphic 那麼你會得到一個結論 你要了解一個函數 當然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了解它的微分 了解它的微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式子就微分 微分呢會告訴我什麼 這個底線這個式子會告訴我說 兩邊微分 左邊會變成E的GZ 乘上G的微分 對不對 那右邊就是F的微分 好 可是呢這個E的GZ又是F 所以你注意到一件事 你透過這個過程就可以知道 G的微分就是F的微分除上F 可以嗎 G的微分就是F的微分除上F 好 那你要了解這個G這個函數 你當然就想辦法把這個式子要積分回來 就會得到G是什麼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就想說 那我就把這個函數積分回來 應該就可以了吧 好 所以你心中就想說 這個G呢 它應該就要等於 它應該就要等於這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它應該要等於 它在一個點的值 假設你在這個Omega裡面 先選了一個點 叫做Z0 選好了 你想要問說 在Z0的值它要是多少 這個多少你要選 要先選 那它必須要符合一個條件 它必須要至少要滿足E的GZ0 要等於FZ0 對不對 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你選的GZ0必須要是 這個值的preimage 在exponential之下的preimage 它的選擇就不是任意的 你只要有任何一個選擇 你加2pi的整數倍都可以 但是它只能量選 再加上什麼呢 我們現在寫一個很奇怪的式子 我們就想像我從Z0 G到Z 然後積分 F除上F F' 除上F DW 對W積分 可以嗎 因為我們心中想的是 G就是 G的微分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把它積分回來 可是呢 這個等號 還有包含這邊這個式子 這裡都有一些ambiguity 都有一些模糊性 什麼模糊性呢 因為你現在調了Z之後 我現在這個積分是什麼意思 這個積分就是沿著一條路徑 你可以選C1的路徑 C1的路徑 把Z0連接到Z 然後你說我這個積分 這個就是要沿著這條路徑 Gamma 這Gamma 這是透過Gamma這樣連過去的 可以嗎 所以你要問說 這個是不是良好定義的呢 你當然得要確定 那個積分 不會隨著Gamma改變而改變嘛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這個G真的存在 那它的結果就不應該隨著Gamma改變而改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剛才的討論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我們會知道 這個 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 它應該會 所以 所以 independently 的 Gamma 可是 只有 Dependent 或是 only depends on gamma the end the end point of gamma 可以嗎 就是我們應該會得出這個結論 如果這個g 真的存在 一個holomorphic的g真的存在的話 這個積分就應該要只跟 頭尾端點有關 因為他就只跟頭尾端點的g值 有關 就是他們的差 可以嗎 那你自然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才是說 假如 假如這樣的g 這樣的holomorphic的g 我剛才沒有特別寫 我們關心的可能是holomorphic的g是不是存在 因為我當然希望 holomorphic的東西取完log以後 還是holomorphic 如果它存在 那我們最後得到一個必要條件 就是 這個積分 應該要是一個 只跟路徑的端點有關 但是跟路徑本身要無關的 有可能說 我用某方式 好好 就是我在函數定也走 我順便也定 那路徑一定要找個怎樣 可以 剛才有同學提說 有沒有一種方式 就是我在定的時候 我先規定我只能選什麼樣的路徑 如果你有辦法證明有某一類路徑 可以明確的描述的路徑 它會使得對這類路徑的積分都不改變的話 只跟短點有關的話 那當然可以 但是實際上一般並沒有那一類 路徑 對 好 這個是一個必要條件嘛 那當然你就會再問一個問題 那是不是充分條件呢 就是萬一我這個函數 一開始我要用來取log的那個函數 我發現他的f'除以f 沿著什麼路徑積分 都只跟短點有關 跟路徑無關 這個時候會不會我就可以 造出那個 G來 對不對 那答案當然是 會嘛 為什麼 因為只要他 只跟路徑有關的話 我現在寫出來這個式子 就是well defined 這個積分本身 他是個well defined的式子 可以嗎 因為我現在給定Z0之後 只要這個決定了 這個積分既然跟路徑無關 那就是只跟Z有關嘛 所以他是一個函數喔 那既然是個函數你要問說 他是不是一個 他是不是一個holomotive function呢 那就不難了 這個證明就跟以前 你學那個 假設你知道現在有個什麼保守場 然後你積分出他的位能 然後位能的微分就是原本的東西 那個過程完全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留給大家當作一個習題 習題是說 我把習題的敘述寫出來給大家看 習題是這麼說的 習題是說 我們這個地方的必要條件是說他只跟 端點有關 對不對 跟路徑無關 或者等價的 等價的 這個條件 這個積分呢 他等於是說你 你沿著這個 路徑積分的時候 只要你是沿著封閉的路徑 他就一定要是0 如果γ是封閉的 可以嗎 如果γ是一條封閉路徑 那就是0 這兩個敘述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你拿兩條頭尾端點 各自相等的路徑 來做比較 那就跟你先走過去再走回來 沿著另外一條路徑走回來做比較是一樣的 加起來是一樣的 所以倒過來也是對的 這個你自己可以容易驗證 這件事情是一樣的 好 我們的習題是說 這個敘述 是不是 這個敘述也好 或者是 這邊寫的 這個敘述也好 這兩個敘述 任何一個 這都等一下的 這個敘述呢 他也會保證 存在一個 Holomorphic的 G 使得 E的Gz 等於F 可以嗎 Omega 可以嗎 他的大概 我剛才已經告訴你了 你的想法就是 我就定這個函數 我就另G 是長這樣 那當然你要先選一個常數 可以嗎 你要先選一個常數 滿足這個條件 這絕對沒有問題 一定有的 你選完之後 你就可以造出一個G來 你選不同的常數 當然就會得到不同的G 你知道他們的差異 就應該是差什麼 2πi的整數倍 對不對 因為你要能夠對到這個人的話 這個數字只要可以 他加2πi的整數倍都可以 而且是唯一的選擇 沒有別人的 好 所以 頂多扣除掉那個差異啦 那就基本上是唯一的 但是前提是後面這個積分 你要有任何方法可以居然知道 他跟 路徑的端點有關而已 而跟路徑的本身是無關的 你要有辦法 知道這件事情 好 那麼你想像你要這樣定 對不對 你這樣定 這個函數 這個定法就是沿著任何一條曲線 這樣定 這樣定出一個函數以後 請你想辦法來證明 這個函數 所以你必須要證明什麼呢 換句話說 你必須要證明 不要寫在這裡 我們寫hint好了 這樣好像我很大方 給了大家提示 對不對 給了一個hint 這個hint呢 是說 你就令 g g 就定成剛才講的那樣 就一個c 加上 z0 到z 這是沿著任何一條 任何一條 我們不妨假設他是連續的 pc1的 path 好不好 就是他可以是折線 他可以從z0 你可以 折到 折到z 可以是這樣 那 這個積分本身 會跟你的 路徑無關 值跟短點有關 所以你就把它定成f' 除上f dw 那這個四值都沒有問題 我的f一開始已經假設 不會是0了 取值不會是0 好 然後這個地方呢 c是一個const 使得呢 這個c還有z0 使得 使得 1的c 會等於 fz0 這是你第一步 你這樣令 已經告訴你 他就應該是這樣 那第二個 你必須要說明 這個g啊 他是holomorphic 這個 這也不太難 基本上你拿holomorphic function做限積分 只要你確定他是well defined的 這樣定出來的東西一定是holomorphic 你要想想看這句話要怎麼講 你可能要自己額外設定一些符號 例如說裡面這個東西的分量 如何如何 這個事實不是只有針對這個例子 就只要你裡面是一個holomorphic function 然後你拿來做限積分 從一個端點擊到另外一個點這個固定 只要這個積分是指跟端點有關的 跟路徑無關的話 你積出來的函數 自動會是holomorphic 就算不是這個例子 好不好 來我們換個寫法好了 免得你 一直以為是這樣 show that for a holomorphic function h 好不好 這個函數 叫做h好了 我從任何一個點 這是fixed 這是h 這個東西呢他是holomorphic on on他的domain 好不好 如果 it is well defined 如果他是良好的定義的話 數學系的同學應該已經很習慣這個well define well define在這個地方的意思就是 這個積分 不會隨著你選的路徑有關 這個地方是沿著任何一條路徑 所以這個地方他的意思是說 independent of the path connecting z0 and z 可以嗎 這個時候你可以證明 他是holomorphic的 只要你確定他的積分跟路徑無關 這樣積分出來的東西當然是holomorphic 自己可能需要設定一些符號 好不好 第三件事情是最關鍵的 因為雖然你是 從必要條件的想法出發 你發覺這個g 必須要長成這樣 然後你真的寫成這樣了 但是你還是要驗證他真的符合那個條件 所以你必須要 說 你必須要說 e的gz 真的是f 他真的是f 可以嗎 那當然你還知道 你還知道這個 gz0就是c 這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這不是 這是次要的 這個條件你必須要驗證 這是on 還是on omega 可以嗎 你必須要想個方法來說 為什麼這個等號成立 我們剛才是從必要條件來看 他是成立的 但你現在必須要說 我這樣定的真的是會這樣 你需要一個方法來講他 可以嗎 所以這個習題就告訴你說 我們基本上是有一個 抽象的架構來想 把一個函數到底可不可以取 long 也就是說你到底存不存在一個 Holomorphic的g 他經過exponential之後會變原本的f 那這個問題就等於是要從f自己去探索 怎麼探索 你就是要去看 f的微分除以自己的積分 到底是不是只跟端點有關 跟路徑無關 這兩件事情是完全一樣的 好 我們這個地方講到對數函數對不對 就是取 log這個操作 那你自然會問一些別的問題 對數是一種反函數嘛 exponential map的反函數 你可不可以考慮更簡單的函數的反函數呢 例如說在微積分裡面你看過一些比較簡單的函數 最簡單的就是取密次 比如說把一個函數就幾次方 對不對 那你可以完全平行的問這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考慮的映射 密次的情況剛好0比較特別 所以讓我先把它挖掉 讓我先暫時把0挖掉 如果現在考慮另外一個映射 這個叫做powers and the roots 可以嗎 密次跟 球根 如果你考慮一個映射 它不是這樣 它是送到z的 m次方 假設現在m是一個 整數 它是給定的 這是給定的 我現在考慮一個新的映射 它叫做m次方 可以嗎 那麼 你要問 這個映射有沒有反映射 反映射就是你心中想的 凱 m次方嘛 對不對 那什麼叫做凱m次方 就是它的 partial inverse 所以它叫做一個 mth root mth root function 如果它有partial inverse的話 那我就把它叫做一個 mth root function 當然我都會要求是連續的 那你非常容易可以證明這個 partial inverse 一定是 只要存在的話 連續的話 一定會是holomorphic 為什麼 因為這個函數 它在所有地方的微分 都不是零 所以按照我們上一次的 前面的討論 我知道 這個 partial inverse只要 連續 在 open set上面 對不起我這個地方都漏寫一個open 我只會考慮open 情況 好 可是問題是 它存不存在呢 那你當然知道 partial的話是存在的 最簡單的例子 跟剛才一樣的 討論 你要想一想 這個映射是什麼印的 這個映射的印法呢 就是 這是圓點 我現在上下的圓點都挖掉了 對不對 剛才呢 是你有一些條狀區域 那條狀區域 只要高度差不到2拍 它鬆下來就是彎彎的 到它的影像就直挖掉一條射線 這個地方非常的類似 你現在看的可能是一個扇形區域 只要你看一個扇形區域 然後這扇形區域的角度 是多少 2拍除以m 就是把360度 自己把它切成m份 任何一個這種扇形區域 它送下來的時候 就會送到什麼 就會送到 我這都亂話我沒有真的去算那個角度 因為m也沒有給出來 它送下來就會跟剛才一樣 是 平面上扣掉一條射線的區域 對不對 很容易可以想像就是這個角度 經過m次方以後 就會跟這個角度是一樣的 可以嗎 因為他們兩個的角度差 經過m次方以後就是 2拍 所以影像就會是同一條射線 所以你才會看那種圖像 去把上面就分成m塊 扇形區域 每一塊都會送一次這個 送一次這個 1對1的送下來 所以你至少知道在這塊區域上面 你是可以求反函數的 可以嗎 那這件事情也不意外 因為你也可以從log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在之前討論 開映射原理的 第二個證明的時候已經出現了 就是我要把一個東西 開m次方的時候 我的做法是 我就把log先除以m 再套到Exponential裡面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剛才已經學過 在這個區域上面 對數函數是存在的 所以你只要把任何一個對數函數 除以m以後 再取Exponential 也會是一個 次方的Partial Inverse 可以嗎 那我們的問題非常的類似 就是給了一個 Holomory function 送到 這個以後 我可不可以有 可不可以 去求他的 f of z 的 m次方根 這是什麼意思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 唯一定義的東西 但是我們心中想的就是 他應該是一個g 然後那個g呢 他的特性應該是什麼 g的 m次方 應該要等於f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討論完全類似 那我們剛才已經講了 你有兩種看法 一種看法就是 從指數函數的看法 你會覺得那個g 他最好就要是 1的 m分之1的 long f 只要這個有定義的話 那這是一種看法 你換不同的定義就得到不同的g 可是是不是所有的g都必須要透過long來做呢 那倒也不見得 所以如果我們重複剛才的討論的話 我們會看到什麼 我們會看到什麼呢 如果要問這個問題 非常類似的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holomorphic的g存在 如果他是holomorphic 那你會得到什麼樣的式子 你會知道從這個底線去推 去微分的話 會得到 這個 m倍的g prime c cross 這是另外一個討論的 這是另外一個討論 就是從 跟剛才一樣的 這個 你知道嗎 我們剛才也是分兩段嘛 我說我現在考慮一個新的情況 他是從 Om出發 送到這個 那比較像是我想要問 這裡有一個 密次函數 對不對 我想要問說我可不可以 接上來 可不可以接上來 可不可以有一個g 可以嗎 這樣寫可能更有感覺 這種寫法呢 在很多數學分子裡面 他就叫做一個lifting 你要把這個東西給 舉上來 叫lifting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反函數就想 partial inverse的問題 他可不可以取 這個開m次根號的問題問說 可不可以找到一個 lifting 我們之後會更系統的 看這個想法 那 非常非常類似的 你就把這個式子微分 然後你微分之後呢 他就出現 m乘上g' z 然後這個地方要乘上g的 m-1次方 或者說g 的m-1次方 另外一邊就要是 f' 對不對 然後你發覺這個情況就比較頭痛了 因為剛才這個地方 出現的是什麼 1g 1的g次方 那就是f 所以你可以把f除過去 然後就把g的微分拿來表示 可是這一次就出現這個 不上不下的東西 就是他 你還是沒有辦法把它表示成跟f有關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要的話就要把它再開m次方 那個東西你還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時候就沒有 你就沒有辦法簡單的說 這個會怎麼樣 說不出來 可是呢你還是可以稍微 改變一下這個講法 你可以問說是不是有一個 非常類似於剛才我們做的事情 回到我剛才這個地方擦掉的 就是 我心中想說 這條路不行 那回到我剛才想 這個m次方 這件事情可不可以呢 你如果要把g定成這個東西的話 剛才這是一種嘗試 這地方就 可能不work 對不對 不知道怎麼 我不知道怎麼表示不work這件事情 你就回到剛才講說我就可能要先開m次 先取log 開m次 再帶exp 再做g 對不對 那 我剛才問大家問題是說 如果ln是有定義的 lnf有定義 那當然這沒有問題 那是不是lnf 沒定義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這樣定呢 倒也不至於 因為剛才我們講這個lnf有沒有定義 的問題是在哪裡 是在這個積分 本身是不是只跟路徑有關 而跟端點無關 對不對 那 只要他是跟路徑有關 跟路徑無關但只跟端點有關的話 lnf就有定義 但是我現在這個地方並不需要lnf有定義 我只要lnf 有定義到某種程度就可以了 什麼程度呢 剛才是說你換路徑的時候 你怕答案不一樣 那現在答案不一樣會不會取得 除m以後 取exp之後 答案變一樣 有沒有可能呢 什麼時候 兩個不同的答案會給出 除以m以後 再給 取exp 回答案會一樣呢 就是那兩個不同的答案 他差了 2pi的 m的整數倍 2mpi的整數倍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一件事情 會不會只要 只要這個數字 他在不同的積分的情況之下 只要頭尾端點固定 彼此都是差 2mpi的整數倍的話 2mpi的整數倍的話 那 G就可以定義呢 這是另外一個習題 讓我把它寫在這邊 如果你會做第一個習題的話 第二個習題只要再費一點點工夫 就可以做得出來了 所以我把敘述寫出來 我們事實上是會得到一個充分必要條件 就是 給定了一個 Omega 叫F 這是holomorphic 我們知道 存在一個 holomorphic的 G 使得 G的 這個地方還有 還有一個 正整數 M 好不好 我們說呢 存在一個這種G 使得 G帶了 M次方以後 他就是F 滿足這個條件 等價於 就在這個區域上他可以整個開M次根號 等價於什麼呢 等價於剛才那個積分 我寫成2排好了 我先把2排直接除掉 等價於這個積分呢 這個積分一定是一個 M的倍數 可以嗎 Mz M的倍數 For all Closed Curve Gamma 當然我這個地方的Closed Curve 你可以只限定在那種 連續的 PC1 可以嗎 這個curve curve可以限定在 連續的PC1就好了 我們所有討論的過程中用到都是 有限多段的 C1 curve 可以嗎 請你證明這個弱且為弱 好不好 其中一邊 基本上你應該已經會了 就是我剛才講的 因為只要這個是屬於Mz 我就可以模仿剛才的方式去定出那個G來 你要想想那個G要怎麼定 可以嗎 好 所以這是一個 一般性的討論 那具體的來說 你就要看說 什麼時候這個函數你要確定說他的積分 會跟 沿著封閉曲線的積分除以2排 之後會是M的倍數 這就要看情況了 有一些具體的情況也是可以 感覺到這真的是可以的 有機會我再舉一些例子給大家看 關於剛才這個 開次方的討論 有同學就已經提出想法了 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小提示好了 就幫助你做這個習題 我們剛才做到這一步的時候 我們之所以先捨棄他的原因是因為 我並沒有辦法直接把G' 表示出來 用F表示出來 不過呢 如果你不要用G'來想 你把它想成是 G'除以G 如果你想這樣的東西的話 那就可以 因為他會變成 M分之1的 F' 除以F 對不對 他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呢 這件事情 這個想法 你也許可以用它來 思考這個習體裡面的某些部分 比方說只要這個G存在的話 為什麼 這個積分一定要是 M的整數倍呢 這件事情你可以用來想一想 好 這裡面呢 還有一些 其他的討論 等 等到我們對點擊拓譜有多一點的了解之後 我們會比較有 自然的方式來看待他們 所以我想我們先 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要來解釋一下 Argument Principle 為什麼要叫做 Argument Principle 好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哪來的 他其實是從一件很原始的東西來的 我們可以考慮一個情況是這樣 假設有一個區域 叫做Omega 然後我這裡有一個 Holomorphic Function 叫做F F 他是Holomorphic 所以他送到複數平面上了 他送到這個C上 好 那為了方便我們假設他不是送到0好了 所以我們把0先挖掉 可以嗎 假設這個F 他是從Omega送到 0以外的那個開集 Holomorphic Map 我們現在想要問的問題是這樣的 我們想要問的是 我這裡如果有一條封閉曲線 不一定封閉啦 對不起 任何一條曲線 任何一條曲線 你可以要求他是 連續的PC1曲線 但是我們就不特別去講了 反正就是一條 足夠可微分的曲線 頂多在一些斷點 微分可能 沒有辦法定義 這條曲線呢 他的影像 這個曲線你是怎麼想的呢 他是從一個區間好了 我們從最簡單的情況好了 就是這個A到B 有一個 有一個區間送進去的 γ 我們不妨假設C1好了 簡單一點 好不好 這個影像呢 經過F之後 就跑到這邊來 所以你可以想像成他會 送到這邊也會得到一條曲線 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可以嗎 可能是像這樣 好 所以這個點可能叫做γA 然後呢 這個點叫做γB 當然中間也可以交叉 那都不是很重要 那影像送過來之後 這個點可能叫做 F ofγA 那這裡是F ofγB 於是你可以開始 想一件事情 你想要想說這個影像曲線 他到底繞著原點 轉了 多少角度 你可以問這個問題 轉多少角度 那怎麼來理解轉多少角度呢 我們說過你要看角度 基本上就是看極坐標 就是要想極坐標 那在 負數的情況之下 你也有很好的極坐標的寫法 你就可以 寫這個 你就取log好了 所以你這個地方是Exponential Function 這個是 C 這是Exponential 可以嗎 這是整個負數平面 經過指數函數 如果你把這條曲線呢 畫上去 的畫 那就出現上面的一條曲線 對不對 先問一個問題 這個曲線 可不可以畫在上面 換句話說 這個映射 可不可以 提升呢 可不可以提升 提升我把它叫做γT 好了 好不好 存不存在一個 Lifting 這個Lifting 它也是C1的 使得 1的γT 它就是 F裡面帶γ 存不存在這個提升呢 存在嘛 為什麼存在 以後我們會有方法來 不同的方法來看它 但是其實在我們的 微積分2裡面 已經有講過了 微積分2裡面怎麼講的呢 微積分2裡面是說 假設你有一條連續的曲線 只要連續喔 C1也可以 它沒有碰到原點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把它提升到極坐標的世界裡面 只要你有那條曲線叫x of t y of t 我就可以把它 寫成r of t 跟θ R是沒有問題的 R很簡單就是x平方加y平方開根號 那θ稍微難一點 就是你為什麼會有一個 唯一定義的連續函數θ 然後如果你原本的這條曲線是 C1的話那個θ也會是C1的 我們那時候是採用一些 從微分方程的角度出發來看的方法 以後我們會有不同的方法來看 但無論如何你已經知道 只要這個是一條 C1曲線 我就可以提升到極坐標 那你會說那是極坐標啊 這個是Exponential啊 那是一體的兩面嘛 因為Exponential 你知道 提升上去的時候 X坐標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Long的 下面的極坐標的r 對不對 對不對所以r只要是 C1 你帶到Long裡面 還是C1 只要他不等於0 那θ是什麼 θ就是這邊的Y坐標嘛 所以r跟θ都是 C1的喔 所以我會有一個C1的提升 對不對 其實存在一條C1曲線 所以我心中可以想像 這個地方其實是有一條曲線 他的長相可能是 從某個地方 開始 一直先往上跑 然後 可能是一直往上跑 跑到某處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畫比較好 畫得不太好 這邊 往上跑 跑到某處 這個叫做γθa 這個叫做γθb 對不對 是這樣 所以你要問說這邊轉的角度有多少 你等於是在看什麼 等於是在看這邊到這邊的 高度差 對不對 因為角度是看高度嘛 那 X方向的坐標是看什麼 是看到遠點的距離 所以一開始在遠點的距離是多少 你這邊呢 這個數字就是這個距離取 Long 可以嗎 那後來距離可能長一點 所以我畫的比較右邊 取Long 比較右邊 是像這種感覺 所以你要看角度差就是這邊 這邊的高度差 高度差 好 那不管是角度差也好 或者是Long的差也好 你就等於是要問 這個γθb 減掉γθa 是多少嘛 對不對 它的十步 你知道它有兩部分 它是十步就是Long 這個F of Gamma B 減掉 Long F of Gamma A 對不對 我們知道它 因為它印下來之後就是 對應的是那兩個點 所以它的 十步就是 這個樣子 那再加上 I倍的 這個叫做 Total of Angle Rotation of F Circle Gamma 可以嗎 第二個部分就是這個高度差是多少 高度差多少 可以嗎 然後乘I 這是角度的變化 角度的變化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 你一看到這個式子 一做相差 微積分嘛 雖然我們這個課不是微積分但是 用到微積分嘛 Ctheta是C1的嘛 所以相差之後是什麼 是不是 A到B的積分 Gamma Theta 對不對 應該要是這樣 那Gamma Theta是什麼 Gamma Theta是不是出現在這個式子裡面 對不對 這個式子會告訴我什麼呢 這個藍色的圈起來這個式子 藍色的圈起來的式子告訴我說 我把兩邊都微分 微分以下變成什麼 它是變成 E的Gamma Theta 乘上Gamma Theta的微分 另外一邊呢 另外一邊是不是 F的微分 成代Gamma 乘上Gamma Prime 除上F 對不對 可以嗎 那個藍色的 框框就給了我這個式子 好 抱歉抱歉 我下面這個多寫了 給了我這個式子 好 我多除了 這個才是F 這個是 F of Gamma 對不對 所以總的來說 它告訴你 Gamma Theta可以怎麼表示 可以寫成 A到B 你把這個 這個F除到另外一邊去 它就是F Prime Gamma Theta除上F Gamma Theta 乘上Gamma Prime 對不對 是不是變這樣 可是這個式子就是什麼 它就是某個函數的限積分 它就是沿著Gamma 去積分 F Prime 或者寫Z 好不好 Dz 對吧 它就是這個積分 所以 有問題嗎 沒有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呢 在這個問題裡面 只要你有任何一條 曲線 我們假設是C1的好了 這條曲線經過F送過來以後 你會得到一條新的曲線 它是送到平面上 但是沒有碰到0 的一條曲線 那這條曲線你就可以把它 提升 這個提升當然不是唯一的 提升有很多種方法 只要你有任何一種方法 C1的 你把這條曲線再加2拍i的整數倍 都可以 都是一個提升 但是不管哪一個提升 這個差是沒有改變的嘛 因為 只是全部都加2拍i的整數倍 所以頭尾端點的差不會改變 所以那個差呢 我們說了它的幾何的意思 就是什麼 它的時步 就是一開始這個地方 起點到遠點的距離 跟終點到遠點距離的 Log的差 Long的差 那虛步是什麼 虛步就是 從頭到尾轉過的角度差 是多少 角度 少過的角度 總和是多少 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可以透過微積分 基本定理 去把這個 差 重新的寫成另外一個積分 然後經過一番計算 你發現那個積分 根本就是在算一個線積分 所以在算這個積分的時候 就等於是在算 如果你看它的虛步 它的虛步就是 f of gamma的 掃過的角度 可以嗎 那它的時步就是這個數字 所以我們做個整理 所以 結論是說 結論 結論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 gamma 它是一條 封閉曲線 我們假設c1好了 送到omega 這個在c裡頭 這是open的 然後這個經過f 它送到ccross 這是holomorphic 然後呢我們說這個 total of angle rotation of 這個f circle gamma 就接起來這條曲線 from t等於a to t等於b 就是 這個東西的虛步 可以嗎 那當然十步你也清楚了 十步就是 十步就是 nature log f裡面帶 gamma b 除上 f裡面帶 gamma a 可以嗎 相減的 所以 十步跟虛步都有一些幾何上的解釋 為什麼要叫浮角原理 就是因為你在積分這個的時候 其實等於是在算 至少它的虛步是在算某一個 路線的 掃過的角度總和 有一個特殊的情況 就只要它是封閉曲線的話 如果一開始 這個gamma是封閉曲線 或者是如果它的影像 你只要是封閉曲線 這個時候呢 十步就不見了 因為 封閉曲線表示這兩個點是一樣的 所以十步 就是零 可以嗎 那那個時候你在算那個積分的時候 就等於只是在算 虛步乘埃 也就是算 掃過的角度 總和 在乘埃而已 可以嗎 所以我就不寫出來了 但是你要自己記得 在封閉曲線的情況 就沒有十步了 那就是虛步 然後呢 那個時候 那個虛步啊 一定是 2π的整數倍嘛 對不對 因為只要你是封閉曲線 如果你這兩個點 是一致的 那它提升上去之後 那兩個點 印下來要是一樣 對不對 印下來要是一樣表示他們兩個要在同一條 垂直線上 然後高度差 會是2π的整數倍 可以嗎 所以你知道那個時候一定是2π的整數倍 所以如果你把那個積分 再除以2πi的話 那就剛剛好是 那條封閉曲線 繞著 這條封閉曲線 繞著遠點 到底走了幾圈 那個圈數 可以嗎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 那 所以我們就知道 扶角原理呢 你就得到了一個 比較幾何化的解釋 它的解釋是什麼呢 它是說 如果你現在考慮的情況就是跟剛才一樣 這是F 這是有一塊區域 然後我們假設這個區域呢 就是一個green domain好了 它是甚至可能 活在這裡面的 這是一個green domain 送到 送到這個c cross 送到遠點以外的部分 那我們說 在這個裡面 不是送到遠點以外 應該是說邊界送到遠點以外 應該是說假設 F的邊界 0不在這裡面 假設 所以0在這邊 那你的邊界呢 這條邊界曲線 邊界曲線印過來的時候可能就是 某一個亂亂的東西 可以嗎 所以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0會被幾個點對到 會被這個omega裡面幾個點對到 就恰恰好等於什麼 恰恰好等於這條封閉曲線 繞圓點的圈數 對吧 因為我們前面說過 0被對到的次數 0被對到的次數 the number of zeros of f in omega 我們可以說它就是 它就是 the sum of winding numbers 這個叫做繞數 可以嗎 這個叫繞數 of the curves forming boundary of the image curve underf of這個東西 with respect to 0 這個點 的繞數 簡單的說就是如果這個區域裡面有好多塊 封閉曲線 那我就把這個封閉曲線全部都送過來 比如說外面那一圈 送過來是這一圈 然後呢 用顏色來代表好了 然後 這裡可能還有另外一圈 叫藍色的 它是這樣走的 它送過來可能是 另外一圈 不知道講什麼樣子 這個樣子 所以呢 0到底被對了幾次 0在這個區域上頭 到底可以找到幾個根呢 幾重根呢 那個根數就跟你把那些曲線送過來以後 看看每一條曲線繞圓點繞幾次 再加起來 為什麼 因為本來這個數字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沿著邊界去積分 它應該是2πi 沿著邊界 去積分這個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邊界有很多條曲線嘛 這個積分就是要沿著紅色的積 沿著藍色的積 我們剛才已經解釋過了 如果你是沿著紅色的積 這個積分出現的結果就是它的影像曲線 到底繞了圓點幾圈 那沿著藍色的積就是 同樣的影像曲線繞圓點幾圈 所以簡單的說只要你有一個區域 然後邊界都是一些封閉曲線 那你要看看 f 在這個區域上面的零點的重數 總和 幾何上來說就是要看它的 影像曲線 到底繞了圓點幾圈 然後把圈數加起來 那個圈數就是有正負號 所以你逆時針繞的時候 就是正的 順時針繞就是負的 所以這個就叫做 浮角原理 你會看 轉的圈數是多少 大致上是這樣 就算是負責的 就是負責的 摸責的 在這個圈數下 還是負責的 在這個圈數下 好像是負責的 在這個圈數上